美教理財必修科 阿德利這次要幫大家補課 那今天要跟大家補什麼呢 今天要幫大家補的是 00858 永豐美國500大 那我剛剛看新聞發現 這檔投資美國前500大市值公司的ETF 即將要配息啦 那這次的半年度的配息 我看是美受益單位 預計配發1.128元 那以7月1號最新的收盤價來計算 這樣值利率有將近5% 那如果下次的配息跟這次的金額也差不多的話 老伯 這樣換算下來 年化的值利率有將近9% 9% 這太高了吧 它不是東美股嗎 該不會再次把資本利的都給它丟出來了 跟我這麼久總算沒有白根 你終於問了一個比較深度的問題 那也因為有這個疑問 我知道很多觀眾朋友看到這種值利率很高的情況下 會想要了解狀況嘛 所以阿格利也特別寫信給永豐投信 然後去問了 您這集到底是怎麼來 對不對 那就像你說的 他們不是只單純把這成分股 所要配發的這個股息 配給大家而已 事實上他們也把從2019年9月掛牌迄今 累積的這些不少的已實踐的資本利得 經過計算之後決定通通給它配出來 好那阿格利也順便幫大家來檢視一下00858 掛牌至今的一個績效的表現 那你可以看到00858 自這個2019年掛牌以來 這兩年半的累積的報酬大概是三成左右 那其中呢我幫大家仔細的去看 只有2.63%的報酬是來自於配期 這個跟大家對美股的印象就有很直接的關係 就是美股質地率本來就不高嘛 對不對老編 所以這個報酬率的這個組成 也反映了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資本利得分配這件事情 根據這次跟永豐投信的詢問 他們表示未來也都會朝向這個方向去進行 除非啦美股最近不是在回答嗎 對啊 那如果回答回答到 當初永豐00858發行時候的這個 掛牌架以下的話 那當然就 那當然就不行啦 因為這個是金管會的規定嘛 原來是這樣 除非發生這種情形 不然我相信後面的配型也是會相當的不錯 欸阿格利 那這次配這麼多 會不會以後就配不出來啦 其實這也很難說的啦 你看從去年到現在 其實很多台美股的ETF 都因為有這個高資本利得的分配 而有高股息這樣的一個狀況 高值利率其實都是這樣來的 那如果回歸到最近的行情 我都砸個噴口啊 這一波的行情修正來看 欸似乎 ETF把這個資本利得配出來 先落袋為安來說 似乎也不是一件壞事啊 而且就我自己的觀察 目前喔不管是哪一個投信 好像都傾向這麼去做啦 那如果你是存股主 有些人想說 那你配還給我幹嘛 我覺得那你就可以 還是用這筆股息去買回來嘛 或是去買別的 你原本想存的標的 也不是一件壞事 欸那00858 是你在做什麼啊 那你先不要再講到話 00858 名字就已經很清楚 我跟你講 五百大 永豐美國五百大 顧名思義就是投資 美國前五百大市值的公司嘛 那同樣的 因為是ETF 每一季也會根據市值 然後去調整成分股以及權重 這樣能滿即時的去反應 這個市場上股價的一個動能 那前十大成分股 阿格利就列在這邊 請猜你問你看 其實你給你看就知道了 我問你 你手機現在用什麼 蘋果 電腦系統用什麼 微軟 查資料用什麼 Google 電動車想買哪一排的 特斯拉 想不想當股神 博客下 博客下對不對 你看這幾檔成分股 是不是都是耳熟能詳的 所以可以知道說 產業類股的包含的範圍 其實非常的全面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投資美股 卻又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像這種通胞的 打包美國前五百大市值公司的ETF 我覺得也不思維是一個好選擇 就算你不知道這些公司在幹什麼 其實你都知道 只要你看到名字 大概就知道 他們是在做什麼的 那有些人是因為 比較怕麻煩的關係 比方說 不想開海外賬戶 開付委託 也就會麻煩的話 那這也提供了另外一種 比較方便 直接能進入到美國股市的方式 那可以 可是美股最近這麼難 對不對 這樣還可以買嗎 其實能不能買 我覺得還是要看每個人的 態度跟想法 那我自己的話 我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觀點 就是美股最近雖然有很多的這個 利空消息 那修正的幅度自然而然 也都很大 看來真的害怕 真的 那ETF自然而然 就是跌到明明貓貓 不過這 以長期來看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時間點 我就幫大家整理 在過去空頭的情況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 這個00858追蹤的是叫 STOXUSA500這個指數 那在最近的五次比較大的美股修正的表現 阿格力就列在圖表這邊給大家看 那邊你看 是不是每次跌的時候 都熱到讓你還不記得嗎 真的 都跌滿多 但是後面帶來的報酬 也是很猛耶 也是很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五次平均過了一年 就有五成的報酬 財富重分配 財富重分配的這個機會又來 所以我最近其實看到 這個美股台股的下跌 我內心也是 有 不爽 但是也有雀躍 不爽的是說 你帳面 資產也減少了 也減少一定不爽了嘛 但是因為 之前就告訴大家 你手上 還是要備有這個預備金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 多加留意啦 所以總結給大家一個結論 經濟其實 長期來看還是一個往上的正循環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美國的四大指數啊 長期以來也都是往K線的 右上角去走 所以現在的這個美股底部 雖然說 你知道在哪裡嗎 也沒有人知道在哪裡嗎 但如果是用先前分拼買進的話 依照微效曲線的這個理論 那經濟股市又長期是往上走的情況下 其實你以長遠投資來看的話 勝算不會太差 好 那阿格利最後呢 來整理一下 00858除息的日程給大家 00858是一檔半年配的ETF 那它除息的月份呢 分別是在1月跟7月 那這次7月半年配嘛 那它預計要配發的是1.128元 所以你以最新的收盤價來換算的話 值率率大概有將近5% 那如果下次的配息金額跟這次差不多的話 年華配息率大概就有9% 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這次的配息金額呢 提醒大家會在7月13日做最後的公告 那7月18日就要出息嘛 所以呢你如果想要買進的人 其實最後的買進日是7月15日 7月15日當天買進的人 其實就可以參與到這次的一個出息的時程喔 那實際上領取到這個股息的時間點呢 是會在8月18日 也大概就是在出息後的一個月啦 好如果你是原本就對於00858 有持股的或者是有在關心的朋友呢 希望今天這集的內容能帶給你們滿滿的收穫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關於ETF的配息啊 成分股的挑選以及選股的邏輯的話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下一次再見 掰掰